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遗憾的是原创学员再次扎堆 但作品这样参差不齐 中国好声音一直为人诟病的老毛病又出现了 原创看似中国好声音舞台上的一道特别的风景 但是在很多观众眼里 其实原创作品已经成为节目最大的积累 中国好声音第三期节目共有九位学员登场 其中包括翁杰 钟凯琳 王泽鹏 赵杰康在内的四位学员都导扬了原创作品 原创学员几乎占据半数 反观这四位原创学员的作品 翁杰的Ringdown 仲凯琳 赵九和王泽鹏的请告诉他 还有海虽然都很深情 但旋律过于大众化 音乐缺少个人特质 想要走到总决赛难度非常大 赵杰康的两首原创作品甜词和剪了头发 要比另外三位学员的原创作品更成熟 但是并没有俘获李荣浩导师的芳心 最后遗憾离开舞台 整体来看 原创作品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出现的数量太多了 节目的精彩度大打折扣 这也离好声音节目的初衷越来越远 李荣浩13秒转身 李克勤 李荣浩 梁静如和廖昌永 四人组成本季好声音的导师阵容 从前三期节目整体呈现的内容来看 每一位老师的策略不同 开灯的标准不同 最后战队的构成也有所不同 第三期节目中 廖昌永导师接过梁静如导师的尖利榜 开始频繁为学员转身 一口气抢下了翁姐 周斐哥 钟凯琳 王泽鹏和林润新五位学员 其中大部分学员都是一转 战队也早早满人 值得注意的是 19岁的女孩林润新演唱了歌曲《梦游》 整体表现较为平安 最后只有廖昌永导师为她转身 廖昌永转身后才发现 原来林润新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 而廖昌永是该学院的院长 师生在舞台重聚 看似一场巧合 实际上都是人情世故 李荣浩导师向来选人标准很苛刻 面对学员的表现 她往往都是在最后关头才拍灯转身 比如李荣浩再次转学员蔡子一演唱结束前五秒才拍灯 在王子安唱结束前三秒才拍灯 在李楚楚唱结束前一秒才拍灯 但是第三期节目中 李荣浩在学员邝宇演唱13秒后便拍灯转身 这也创造了李荣浩本期节目最快转身的记录 邝宇一手不要再说了千句悦感 质感和音色 在李荣浩看来 邝宇身上有一种唱片风月里的文艺感 面对这样的学员 没有任何考虑和犹豫的空间 李荣浩和邝宇的气质很契合 相信邝宇会是李荣浩战队的一匹黑马 随着节目的推进 除了李克勤外 其他三位导师应对自己心理的学员开灯不手软 这也导致节目才播出了三期 很多战队都已经提前满盐了 每当有新的学员被拍灯 就意味着要面对残酷的PK战 廖昌勇一口气抢下五位学员 也让自己的战队提前满盐 当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范本桐演唱歌曲《Bridge Over the Trouble of Water》时 廖昌勇一下子被这样优质的男中音打动了 他选择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 范本桐深思熟虑后 选择与自己一样都是白衬衫穿搭的彭忠豪 进行PK 彭忠豪演唱了孙燕姿的歌曲《天黑黑》 声线充满了磁性 演唱很有画面感 范本桐演唱了陈一迅的歌曲《我们》 迷人的嗓音极具速收缽 那种离别后的遗憾也被完美诠释出来 廖昌勇导师非常遗憾 所以他请求其他导师们能够拯救范本桐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梁静卢导师按下了按钮 选择拯救范本桐 范本桐彻底和白衬衣杠上了 他选择梁静卢战队中穿着白衬衣的学员王子安进行PK 王子安带来了歌曲切项 整个演唱很投入 但是声音处理上稍显紧张 范本桐则越战越勇 完美驾驭走钢索的人 磁性的嗓音加上自由的处理 带给人全新的视听享受 在王子安和范本桐两个人之间 梁静卢选择了风格多变 唱功扎实的范本桐 而王子安遗憾被淘汰 从整个PK过程来看 范本桐一个人演唱了三首作品 展现了不同风格的自己 给导师和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出意外的话 范本桐也将是本季好声音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 对于中国好声音第三期节目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